捷运江子淬战发生凶手随机砍人案件 行凶者是一位东海大学二年级的振兴学生 新北市长朱立伦在晚间紧急开记者会表示 会全力抚恤伤亡者 并且由新北市与台北市警力通力合作 加强安全维护 全力的加派所有的警力 针对于包括捷运、铁路、高铁 还有所有大众运输体系的民众乘客的安全 我们一定要全力的加强 我也跟第一时间跟台北市郝市长也通了电话 立刻派我们侯副市长到现场 现在对于这一名嫌犯 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很清楚 他是东海大学二年级的一位同学 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乘客伤亡的事件 我们都感到非常的痛心 捷运板南线江子翠站下午4点26分 发生男子随机砍人事件 造成至少三死22人伤 一名幼童命围还在急救中 轻伤人数仍在统计 三名死者分别是52岁的女性范碧珠 26岁的男性谢清云 28岁的张震翰 三个人都是到院前就没有生命迹象 凶手据称是一名东海大学二年级学生 被制服时身上有浓浓的酒味 目前已经由远景逮捕 送往江子翠派出所侦讯中 新厂野台电视整理报道 好 好 好